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在我入睡前 婚姻中最可怕的莫过于爱人的背叛 一不小心丑事就可能酿成悲事 尤其是女性出轨 丈夫极有可能因为愤怒羞耻而报复女性 男性因为女性出轨 而发生家暴甚至失手杀人的事件也是数不胜数 而在我入睡前的女主却遭受了来自情人的报复 真是可怜可恨又可悲 某日清晨克里斯丁从清晨醒来 他发现自己身边躺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一脸懵逼的他衣服都没来得及穿 就赤身裸体的跑到客厅 他发现墙上贴满了他和这个男人的照片 回到房间后男子早已醒来 他告诉克里斯丁他的名字叫本是他的丈夫 他之所以什么都不记得 是因为多年前出了意外而造成了失忆 记忆永远停留在20岁 并且记忆只能维持一天 也就是说每一天都是新的记忆 女主当然非常震惊 一脸都不可思议 而本安抚完女主后就去上班了 留下克里斯丁还没缓过来 就听到了电话的响声 他自称是他的医生 但是本并不知道 还让克里斯丁按照嘱咐找到一个相机 他在找到的相机中发现了自己录的视频 但这个视频里的自己神情十分慌张 尤其是本回来后视频也夹缘而止 原来两个星期前 医生告诉克里斯丁 自己是因为遭受袭击才受的伤 这跟本的说辞完全不一样 而他也开始对丈夫产生了怀疑 医生给克里斯丁支了个招 让他录视频重拾前一天的记忆 于是就有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慌张视频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克里斯丁依旧一脸懵逼 本也是依旧不厌其烦地 对克里斯丁进行自我介绍 医生依旧对克里斯丁进行治疗 一天他将克里斯丁带到他预袭后 被抛弃的地方 发现他的酱油一号 说他当时身上只裹着被单 满身是血 医生还告诉他 医疗报告里显示 女主预袭前有股啪啪啪 克里斯丁显然不太相信 自己明明是清白的良家妇女 被你们这么一说 倒像是约炮出轨被抓 克里斯丁每天醒来 都会按照医生的嘱咐看视频 而他也通过视频对自己的丈夫 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怀疑 在接受治疗时 克里斯丁对照片的红发女人 感到莫名的熟悉 回到家后就质问本 这个红发女子的身份 本告诉他这是闺蜜 但在他失忆后就不再联系了 克里斯丁依然选择不相信本 并录在视频中 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相信本 后来在看视频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墙上的照片不见了 然后开始一通乱翻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起自己曾有过一个孩子 这时候的克里斯丁开始不淡定了 疯狂质问下班回到家的本 本告诉他 他们的儿子早已死于脑膜炎 梦中克里斯丁梦到了自己遇袭的片段 还梦到了刀疤男 名字叫麦克 在与医生赴约的时候 把自己的所梦告诉了他 不知道怎么的 两个人就要开始接吻 正要发生不可描述的事的时候 克里斯丁看到医生的牌子上 出现了麦克这个名字 女主以为医生是袭击自己的人 于是下了车就开跑 两个人你追我赶 最终还是被医生抓到了 然后一针下去 克里斯丁就晕了 再次醒来时 克里斯丁已经躺在了自己的家中 医生也打来了电话 并告诉他 他的记忆出现了错误 将医生误认为袭击者 在医生的帮助下 克里斯丁找到了闺蜜 闺蜜告诉克里斯丁 他确实出轨了 但是并不知道克里斯丁的出轨对象 还给了之前 本写给克里斯丁的一封信 克里斯丁被这封信感动了 因为上面写的满满的 都是本对自己的爱意 这完全打消了他对本的怀疑 晚上录视频的时候 也不再偷偷摸摸的了 被回到家的本抓了个正着 随后就将所有的一切告诉了本 没想到本直接给了他一大嘴巴 随后闺蜜给克里斯丁打来了电话 还说已经联络过本 本告诉闺蜜 已经四年没有与克里斯丁联络过 克里斯丁这才知道 原来身边的这个是假的 想偷偷逃跑的克里斯丁被本迷晕 然后又忘记了一切 本将克里斯丁带到宾馆开房 在这里克里斯丁想起了一切 原来眼前的甲本就是自己的出轨对象 也就是迈克 而之前梦中出现的伤疤男 才是自己的丈夫 甲本告诉克里斯丁 自己之所以装成甲本 是因为失忆后的他已经没有人管了 然而再解释也没有什么卵用 克里斯丁已经想起了 麦特就是凶手 多年前 甲本因为克里斯丁 不愿对丈夫摊牌而大怒 刚啪啪啪过后 就把克里斯丁打成了失忆 恢复记忆的克里斯丁 在宾馆与甲本大战300回合以后 终于战胜了他 影片的最后 克里斯丁终于与自己的前夫 儿子团聚 这部电影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约炮要谨慎出轨风险高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